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走一直在全美50个州之间徘徊在10到12之间 有点糟糕 但不是特别糟糕 你想着纽约特别怕 我们这边就是有点怕 3月19号亚特兰大市区颁布停业令 很多休闲娱乐的这些生意都全部要停止营业 就像餐饮 娱乐 保龙球 健身 这些都停止营业 这是3月19号 在3月19号那时候各个conti就开始陆续颁布居家令 我们全州的居家令是4月3号开始的 我们公司是3月23号开始在家办公 那时候我们开始在家办公的时候 我们朋友的公司大部分都已经在家办公了 我们公司开始的算是比较晚的 最近我看一篇文章 就说全美50个州表现最差的 疫情期间表现最差的5个州 我们州的州长排倒数第一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 在4月1号的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他跟人家说 哦天哪这个冠状病毒是人传人的 我现在知道冠状病毒是人传人的 所以我们州长稍微有点不靠谱 所以我们州这个疫情一直就这样 排在10到12之间就是有点糟糕 住宅我们这些住宅 就是5号之前交租是按时交租 之后再交就属于持交 就要你交租金的时候 你就要交later费了 要交自纳金了 所以你看我们后边每个项目 那个收租情况 你会看见有些收租会超过100% 就是因为那里面有那个later费了 到4月5号该交租金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稳定工作的合同工 和拿一周两周发工资的 这些低端的劳动者 这些人低端收入的这些人 他们已经受到影响了 什么的人会拿1099合同工呢 做装修的 在工厂里的这些人 他们可能是拿1099的不是稳定工作 他们可能是拿周新的 就在4月5号的时候 这些人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主要的房客 我们70%的房客是属于这类人 所以到4月5号该交房租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影响到我们房客了 我自己啊 先说我自己的两个出租房 我只有两个出租房 一个是2015年买的 一个烂区的3万美元买的一个小房子 房子有1200多尺不小 对就是个小破房 房客是SaxonA的房客 政府每个月交350美元 他自己付500 另外一个是个2400平方尺的办公室 一个小的condo condo的出租一点 一直都不好出租 我现在这个房客 我就是半价租给他的 正常的市场价的租金应该是2800 我自己个人名下只有这两个出租房 这两个房客都按时交房租了 就说疫情没有影响到 我个人的这两个出租房 那下面我想说的是这个 我们WePod有个项目 我们有个三四三家的出租房 这三四三家出租房 是我和Rose2009年到2016年买的 当时的买价是3到6万美元 我之前说了很多次了 现在的价格是15到22万美元 我们特别喜欢这些房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通过他们 赚了我们的第一头金 这些房子是1970年到2000年建的 大部分都是1980年到1990年建的 有独栋有连牌有duplex 多数都位于交通方便的 都位于Gunite County 治安一般学区一般交通特别方便 他们都在方圆大概五麦之内的区域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知道那边区 然后那块配卖房还挺多的 只要出来就抢 只要出来就抢 我们是一家一家买的 他们不是成片的连在一起 但是相距都不远 租金在900到1400美元之间 房客里面50%是黑人 33%是墨西哥人 主要这些墨西哥人就是从事建筑啊 清洁啊这些人 24%是其他人 我们所有的房客当中 只有这个项目的房客 墨西哥人多 都占的比例很大 因为那一片基本上是混合区 里头墨西哥人的比例很高 那上面是这33家的数据 从1月份到3月份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33家出租房的房客 按时交房主的比例很高 但是每个月的收齐率只有百分之平均啊 只有95.58% 数据也很好 但是跟我们其他的厨房比会差一点 其他的厨房几乎就是百分之百 我自己认为这些原因啊 就是因为这些房客当中 只有这个项目当中 墨西哥人房客的比例比较高 那这些人收入不稳定 他们都是打零工 但是这些人心地善良可靠 他们在5号该交房主的时候 他们会知道 5号该交房主了 我有钱我应该按时交 但如果不交是真的没有钱 那不交的时候我知道 他们心里想的是 可能说哎呀 我真的有心想交 我真的我想按时交啊 但我现在真的没能力啊 这是这33家房子的背景情况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数据啊 平均每个月啊 应该交的房主 大概是37000到41000之间 就如果一个这个物业 你一看他很好管理很好 他每个月应交的租金 是应该逐渐往上涨的 实际收到的房主 也应该是逐渐往上涨的 这样是比较健康的 为什么 因为总是有renew的 总是有搬进搬除的 那房主应该不停地往上涨的 每次有renew房主应该往上涨的 那如果你突然会看见 某一个月收入就降了 某一个应交的收入就降了 那可能就控制率上去了 这是这33家的数据 一月份收到了36800 二月份收到了39400 三月份收到了37000 四月份截止到4月10号 收到了34000 按时交租金呢 就是5号或者5号之前交租金 按时交租金呢 一月份是33700 二月份是34100 三月份是33500 四月份是26400 就是我们从这个数据能够看出来 四月份按时交租金的比率 明显的降低 就之前1到3月份 平均是83按时交租率 但是到四月份的交租率是64% 从83降到64 基本上差不多降了20% 影响还是挺大的 但是从4月5号一直到4月10号 之后的五天 4月5号交租是26400 4月10号交租是34200 就说在接下来的五天 房租还在继续交 那我预计 10号之后一直到30号 还会陆续有租金交上来 那看现在的数据 现在的数据到四月份 交租率是多少 四月份交租率交了83.2% 已经交了83.2% 我自己感觉应该上到90%的 就如果四月份的收租率 收上来90% 那这次疫情对这个项目的影响 其实还挺小的 相对来说应该是挺小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 我们WePART的另外一个住宅的项目 这个是50家的出租房 其中44家在一个小区 是嘎嘎心嘎嘎心的新房 那还有6家是带着一大块地的小豪宅 新房的房租是在 1500到1800美元之间 小豪宅的租金是1500到3500美元 那这50家都是独栋房 都在亚特兰大南边的Herry County 那个Counte 55%是白人 37%是黑人 我们44家新房的房客 几乎全是黑人 那6家小豪宅都是白人 因为都是相对大的房子 所以租住在里面的都是大家庭 一般至少有两个小孩 这都是一个正常的家庭 大家庭至少有两个小孩 那上面是这50家的数据 这50家出租房的房客 按时交房租的比例最差 差到那种程度啊 就连疫情都没有对它造成影响 疫情之前 按时交租率是64.06% 疫情发生后 这4月份按时交租率是64.54% 就说这个4月份按时交租率 还比1到3月份的平均数还稍好一点 但几乎都没差别啊 都是64% 那每月收期率还挺好的 就每个月到月底结束了 整个租金收期率 1到3月份平均的是99.4% 6个小豪宅的房客 从来都按时交房租 这6个小豪宅是一个老板 给他的工人租的 每年1月1号 把当年的房租全交了 出问题的都是这44家新房子 他们当月的房租一般都会交 但是持交的概率很大 我就猜啊 我看的那些房子 我想的这些房客的潜台子 可能就是不急呀不急 5号该交房租了是吧 我得先等付完我老婆小孩的账单 付完我们家里的账单 我还有我前期的赡养费要交 我月底钱只要有余钱 我一定会交的等等 我月底之前一定会交上的 这是这些房客这种情况 这我之前解释过了 上面会有2月份 为什么当月租金收上率 会超过100%呀 因为要晚交的时候就会交 later费交自纳金 好我们现在看这50家的数据 就应交的租金啊 1月份应该是79,000 2月份应该79,000 3月份应该79,000 4月份应该78,000 4月份好像有一家房客走了 那总收入 我们到现在为止 截止到4月10号 已经交上来的租金是7,400,000 1月份2月份是82,000 3月份是8万 4月份是59,600 每月5号按时交租的 1月份是4万 2月份是54,000 3月份是57,000 4月份是5万 按时交租的比例呀 1月份是51% 2月份是69% 3月份是72% 4月份是64% 1到3月份按时交租的平均 百分比是64.06 4月份是64.54% 基本上没有差别 这50家是我们所有出租房中 受疫情影响最小的 或者也可以说 在疫情之前是表现最差的 那疫情之前 当月租金收齐率 1月份是93% 2月份是104% 3月份是100.68% 4月份是76.31% 但4月份还没结束 这是到10号的数据 那疫情之前 前三个月平均的租金收齐率 是99.4% 那4月份到现在为止是76.31% 那我们看5号的时候 我们收到租金是5万 那到4月10号 我们收到的租金是5万9千多 这个数据也在上涨 我担心这个可能会差一点 比方说我拆到4月份的收租情况 我希望能拱到85% 但可能挺难的 大概到80% 就是4月份的房租 我现在就是预计猜测 4月份的房租没有交 5月份的房租没有交 但没交不代表这些钱就失去了 他们之后慢慢慢慢会补回来的 虽然补多少 我们不确定 但是之后慢慢还会再补回来一些 所以这是我们50家这个房租的情况 按时交出率没有受什么影响 但是整个收租率受到的影响 相对来说还影响挺大的 但也比我预想的要好 那接下来我们公司 还有个29家的公寓项目 29家公寓 这种公寓就是29家连在一起 两栋楼 有一栋楼有21家 有一栋楼有8家 里面有4家是studio 25家是一个卧室的 但都很小 studio的话应该是500 400 500平方尺 一个卧室的大概是600多平方尺 是很小的小房型 这个29家公寓 是在好区交通方便 但是是很老的房子 看起来也挺差的房子 很小 都是小房型 住在这里的房客 多半都是单身 大概90%以上都是单身 什么人都有 黑人白人主要是这两种 上面是这29家的数据 这里在住在这里面 单身的人多啊 我就猜单身 单身找不到老婆 找不到老公 单身的人啊 我猜啊 他们的工作相对不稳定 他们的自治力可能会差一点 我猜啊 他们在疫情之前 按时交租率平均为68.61% 在疫情发生的这个4月份 是64.97% 好像差别还不太大 对于这29家来说 跟刚才那50家的项目差不多 就按时交租率影响不太大 这套公寓 每月租金 这个收齐率是最好的 几乎月月能百分之百收 我猜是因为房子租金便宜 他们租金 之前是350块钱 是16.64 400块钱 是一个卧室 我们现在大概涨到平均涨到700块钱 但相对来说 租金还是便宜 还有呢 我猜啊 我个人分析 因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单身汉 他们自己就吃饱穿奶之外 其他的花费都是不必要花费 就房租总能挤出来的 所以这是这29家的数据 就是29家的数据 平时收租率大概能到百分之百 那现在4月份到4月10号 收齐是76% 那我希望到月底也能拱到85% 我希望能到85% 但是整个按时交租率没有受影响 这是这29家的数据 我现在做了一些图 但这些图的数据在前面我都说了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那绿色的是4月份的数据 就是说每月5号前交租为20交租 那4月份按时交租率平均呢 我总共这109套房子 平均按时交租率是64.56% 我觉得这个数据还可以 但疫情前 1、2、3月份的按时交租率是69% 所以就说这109家出租房里面 4月份这个按时交租率降了一点 就从69%降到了64.5% 大概降了几个百分点 就是有一点影响 但影响不太大 这是出租房当月租金收上率 109家前1到3月份平均收租率 接近百分之百 但4月份的收租率是78.27% 但因为现在4月份 这只是10号之前的数据 后边还有啊 所以这个还不好判断 但我猜应该能拱到90% 这是我们公司这个数据的分析 我们有个朋友 是个白人啊 他们几个朋友 他们有个公司 他们只做住宅 只做公寓和mobile house 只做这两种 合在一起有4000多套 持有量很大 因为他们那个 这个数量 持有的量到一定程度 就他们这个数据 应该相对来说 更能反映实际的情况 他们的公寓 多半都是一到三个卧室 以两个卧室为主 就大概超过50%以上的 房型是两个卧室 那房客一般都是小家庭 可能有不超过 两个小孩的小家庭 房客以墨西哥人和黑人为主 就他这些公寓的位置 大概就跟我那33家的位置 差不多 有在相似的区域 有相似的房客 他的数据也跟我们33家的 数据相似 他们按时交住率比较高 每个月基本上 可以100%收期 这是看他们的数据啊 就是4月份收住率 是76.3% 这是截止到4月8号的数据 那前三个月 同期收上率是88.5% 就4月份收住率 你从这曲线也能看出来啊 率位有点下降 那预计本月会继续有租金上来 就像其他前三个月一样 会陆续有租金上来 那在正常情况下 他这些公寓在每月22号之前 会收齐当月的租金 就他们每个月租金的收齐率 基本上是100% 这是他们公寓的数据 那他们还有很大量的 这个mobile house 这是mobile house的数据 mobile house呢 多是就房型稍微大一点 一般都是独动的 两到三个卧室 房客的小孩一般都超过两个 就相对是大家庭为主的 房客以墨西哥人为主 也有一些黑人 mobile house和公寓受疫情影响差不多 四月份收租率到四月八号是百分之六十四点八 前三个月同期收上率是百分之七十九点二 相对来说mobile house受疫情影响的大一点 那预计本月会继续有租金收上来 正常情况下 他们在每月三十号之前 会收齐当月百分之九十八的租金 这是他们mobile house的情况 那我猜mobile house一个是mobile 住在mobile house是相对大家庭的 穷人 那他们受这次疫情冲击 影响也大 但但就看这个数据来说 就说影响有影响 但相对来说还没那么大 比我们想象的可能也是要好一点 好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析的数据都分享完了 我现在说一下总结 就说实际数据相对乐观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当初你们对这个疫情 对房东的影响 你们自己是怎么预想的 那我预计收出会受到明显影响 我自己都以为可能收出就能收上50% 那现在看来不管是我自己的数据 我们公司的数据 还是我们同行的数据 其实情况还挺好的 比想象的要好 就是针对个人的这个现金刺激法案 下周会陆续发到个人手中 那这些刺激法案 我们这些房客家家都能拿到 那之后现在给的这个实业保险也给的特别好 马上的PPP工资保障计划也都马上批下来 发下来了 就说希望政府撒的这些钱 能够到这些房客手里头 让他们有钱能够交 4月到6月份的房主 那6月份之后的情况我们再说了 现在政府印了2万亿 这种旧市的钱非常快的速度 批给大家发给大家 他试图想拖起这个市场 那之后如果有需要预计啊 听说呀 可能还会继续要再印2万亿 或者3万亿继续去撒 那2万亿3万亿什么概念啊 就是说整个日本的国民生产种植 一年预计也就是2到3万亿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撒下去2万亿了 接下来有可能最多还会再撒3万亿 总共在这个疫情期间会撒下去5万亿 那就希望这些大量的这种撒钱啊 能够托起人民的生活 让他们有钱交房主 希望6月份之后可以复工 复工 只要是复工了 人就消费了 人就能工作了 这个生活和经济慢慢就能恢复正常了 就希望那时候 慢慢的这个疫情能够受到控制 然后我们经过微型的触底反弹之后 慢慢的经济能回来 房客慢慢工作恢复啦 就业率上升啦 房客们开始逐渐有钱交房主 我这些住宅和我朋友的这些住宅 都属于是class B减或者是C减 我们一般不太敢碰D D字还有问题 那预计在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在继续下行 或者在反弹期间 那有一些房客会降级 比如之前住A的可能现在会住B 住B的可能会住C 还有更多的可能会涌向D 或者这种Mobile House 就相对来说 class B和C的房客房源 可能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就虽然可能按时交注率 当月的租金收取 收齐率会有一点影响 每月驱逐率也会上升 驱逐要往出脸的也会上升 但是这个房客 房客员可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The National Mardi Family Housing Council 这个协会 就是这个叫做公寓协会 3月22号他发布了一条消息 他要求房东不要驱逐 因为受疫情影响 失业或者收入减少的房客 你不要去驱逐 并且要求在接下来的90天 不能涨房租 我不知道他这些要求 有没有法律效益 还有一些州 比方说加州 在试图出台更极端的法令 但是就是算 现在允许你驱逐 但是现在几乎每个州的 这种驱逐服务都停了 有的是停到4月份 有的是停到5月份 具体到5月份能不能再开 还要再看当时的疫情情况 所以就算允许驱逐 现在你也驱逐无门 你没办法进行 所以这个是对房东不利的 那对房东相对来说 有个利好的消息 一个是我们那些旧宅贷款可以申请 是PPP可以申请 是吧 符合条件的 还有就是你的住房贷款 你这些公寓贷款 如果是政府支持的 公寓呀 还有个人出租房贷款 大部分都是 就90天不会fall close你 如果你90天不交房租 他不会fall close你 这对我们可能算是个好消息 但对于中国人来说 一般我们从来不动fall close念头 的人来说 你可能也没什么大用 好这是我这一期想跟大家分享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疫情期间大家都保重 举字说房产 我们下期再见